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掌聲邀請我們今天的長官 屏東縣水利處水利工程科的科長 江國豐 江科長來為我們做說明 好不好 掌聲歡迎 我們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們有來自蘭伊鄉 很多鄉親也很關心這個計畫 還有我們潮州地區的鄉親 那很感謝你們晚上多這個時間 來參加我們這個宣告會 來了解一下這個大潮州地下水補助湖 那它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我是那個譬如說現在我水利處水利工程科的科長 我是江國豐 再次感謝你們這樣子 那那個大潮州地下水補助湖 那這個地方剛好在我們這個萊域 還有萬蘭還有潮州和我們新平 大概這四個鄉陣交界的地方 那我們整個計畫大概是有300公頃 大約是300公頃的一個區域這樣子 那我目前第一期的話 是要做先做50公頃的一個計畫 那今天這個宣導會議 我剛剛就講了這個我們主要是來說明 那這個大潮州地下水補助湖 那它到底做了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的一個功效是什麼 這是今天來這邊做這個宣導最主要的一個意義 那這個大潮州地下水補助我剛剛講的 剛好這個我剛剛講的那個四個鄉陣的交界 大概那個交界地區就是我們所謂 一個開場的一個萬蘭農場 那它是在這個我們潮州到一直到這個臨邊 到加東這個平原的一個山頂 一個山頂 那它剛好利用這個我們萬蘭農場 它的一個土地有很好的一個滲透性 而且它又位於一個高的地方 那依照我們很多的一個試驗 它剛好這個地下水 想要從這邊補助下去的話 那它的一個地下水流向 那就會到我們這個潮州、南州 到我們的臨邊加東到凡寮 大概這一個 類似一個打開的扇子的一個區域裡面 會補助到這個裡面 它來補充我們的一個地下水 所以它主要是一個國土富裕的一個概念 國土富裕的一個概念 把它把地下水涵養在我們的地層裡面 那其實地下水 其實是我們人類保密的一個水資源 其實你用水庫的話 水庫其實它也是會有一個壽命 會有一個壽命 它會淤積 然後它的蓄容量會越來越少 那我們要用到的時候 儲存在地下這個水資源 其實它是相對會比較乾淨的 這是一個概念 又有水資源的一個概念 那第二點就是 我們在潮州地下水補助 它主要是要 南區我們林邊溪上游這個 這個風水期 甚至於是洪洪時期的一個水 進到我們一個萬榮農場 進到萬榮農場 所以它也有這個分紅的一個效果 分紅的一個效果 那經過我們的一個計算 它大概就是 會有大概9%左右的一個分紅效果 但是這個9% 假如是在最危險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最關鍵的一個 一個紅紅的一個流量 那我們讓它進到 進到這個人工裏裡面 進到人工裏裡面 讓它不要溢出提法 或是來減管它破壞提供的一個力量 這是它第二個一個功效 那第三個就是 它會有一些教育的功能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大家所看到的 這個是我們以後 假如開花完成的時候 在湖區裡面 的一個管制中心 管制中心 那我們會利用這個管制中心 以後會有一些教育宣導 就是說學校的小朋友 來這邊 我們會有告訴他 這地下水是怎麼做路勝 怎麼做補助 然後我們在湖區的周邊 我們也會設了很多監控的一個 地下水的一個監控的系統 主要也是來觀測 我們做的這些工程之後 那它的一個地下水的路勝量的情形 地下水路勝量的情形 那它的一個利益 就是一年中 它每個月的一個地下水的變化 它跟以前的比 那這附近的地下水的一個 就是觀測站 其實很早以前 水利署也布設了很多 那我們的計畫又在 請它讓它更綿密的布設在這裡面 那以後我們可以去比較 之前的沒有做這個補助 跟之後我們做的這個 它的地下水 才生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它就會有 來讓沿海地區 我們的訪廖平邊加東 甚至於到這個我們的這個東港 讓這個地層下線的一個速率 能夠減緩 能夠減緩 那當然地下水補助下去 是不可能把以前那個 已經下線的那個地盤 不可能再抬升了 那以後 因為地層下線是不可恢復的 但是我們地下水補助進去之後 是可以讓地層下線的速率再減緩 比如說像現在沿海地區 它每一年大概還有三公分的一個下線速率 下線速率 所以我們就希望來利用這個補助地下水 來減緩這個地層下線的一個速率 希望讓它就是小才更小 不要現在還是三公分 其實還是算蠻大的 所以這個這個也是它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國準福利 然後分 還有這個教育圈島 就是說 還有一個觀光 其實對地方來講還是有一個觀光的功能 那最主要是這三個一個功能 這樣子 所以今天才來到我們投入國中 要來跟地方 來做一些宣導的一個說明這樣子 那當然 工程以後要執行的話 難免會碰到一些 我們不一樣的一個意見的看法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一定會持開放的態度 來跟地方在做一個面對面的一個溝通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會再利用時間 來跟各位再做一些面對面的溝通 來聽一下 一地方 那是不是有更好的一個看法 因為其實在地的才沒有最了解的地方 那所以說 其實我們也很希望 地方有更好的看法 跟意見提供給我們 其實我們在執行工程當中 也常常因為地方所提供我們很好的意見 其實讓我們更好做 更好做 甚至於更賺錢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另外找場合 跟時間 來跟各位在座面對面的溝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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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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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近年来 由于气候异常变天 南方地区发生多次水灾 灾情严重 由其民国九十八年八月之末于地层下限之问题 并考量部分台风期分红之效益 平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用弹用弯道离心原理 进行底部沉沙 来引起上层达 来引起上层达 来引起上层较为清澈之水源 为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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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取水宫禁水口处射设设设计栏 为避免 来调节水量 来调节水量 来调节水量及排沙 至时开启冰水源 进入输水渣门 进入输水渣内 底层排沙 出冲沙闸 此时开启冲沙闸 及进水闸门 输水渣门 设设设计长度为1220公尺 采用双孔 内宽5公尺 高3公尺 钢筋混凝土相寒 输水源 进入输水渣前 将先进入深度15公尺之沉变时进行沉沙 沉沙后 再进入深度15公尺之输住湖 输住平南地区地上水源 以及沿海地区 林烟 江东 邦辽等地层下限区 正直知付近度15公尺的地方 Weird 蒜心 3公尺전�固で装備用常核心 由于有行用忠识項胜想像派余 都篣项不逊情救�30公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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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